同学们好,今天让我们来学习阿的音变 同学们是否知道阿有几种音变呢? 今天就让我们来一一的学一遍 可以读成鸭 当他读的时候读鸭 但是写的时候可以写成口字旁加牙齿的牙 那么什么时候阿读成鸭呢? 那就是当阿前面一个字的育母出现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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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的时候 请同学们来看例句 跟我来读这些例句 一,那么傻呀 二,外婆呀 三,好渴呀 四,轻敌呀 五,淋雨呀 六,谁呀 七,好姐姐呀 现在就让我们来分析这些例句 第一,那么傻呀 傻的韵母是阿 所以他后面的探词阿 就读成鸭 那么傻呀 第二,外婆呀 婆的韵母是欧 所以阿要读成鸭 第三,好渴呀 可的韵母是阿 那么阿就要变读为鸭 好渴呀 第四,轻敌呀 敌的韵母是一 所以阿就要变读为鸭 轻敌呀 例句五 淋雨呀 雨的韵母是鸭 那么阿就要变读为鸭 淋雨呀 例句六 谁呀 谁呀 谁的韵母是 所以阿就变读为鸭 谁呀 第七,好姐姐呀 姐的韵母是鸭 所以阿就变读为鸭 让我们来看阿的第二个音变 阿也读成鸭 当阿前面一个字的韵母出现 吴,凹,腰,腰,欧的时候 阿就要读成鸭 让我们来看例句 请同学们跟我读这些例句 一,跑步啊 步的韵母是鸭 所以阿的读音是鸭 跑步啊 第二,好高啊 高的韵母是鸭 所以阿要读成鸭 好高啊 第三,真巧啊 巧的韵母是鸭 所以阿变读为鸭 真巧啊 第四,不能收啊 收的韵母是鸭 所以阿就要读成鸭 不能收啊 接下来让我们来认识 阿的第三个音变 阿也读成鸭 当阿前面一个字的韵母是N 阿就要读成鸭 请同学们来跟我读例句 第四,要看得远啊 第五,真心鲜啊 第四,要看得远啊 第五,真心鲜啊 分不平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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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让我们来看 阿的第四个音变法 那就是阿也读成阿 当阿前面一个字的韵母是NG 阿就要读成阿 请同学们来跟我一起读这些例句 没忘啊 没忘啊 第二,真棒啊 第三,真响亮啊 第四,那么节省啊 第五,好安静啊 第五,好安静啊 例句中的旺,放,量,省,静 都是后笔音 所以阿就要读成阿 现在让我们来学阿的第五个音变 阿也读成渣 当阿的前面一个字的拼音是 滋,滋,滋的时候 阿就要读成渣 让我们来看例句 请同学们来跟我一起读 例句一 孩子 对了,读得很好 我们再来读例句二 几次 第三,父亲的公司 你们有留意到吗? 例句中的子,次,诗,诗 他们的汉语拼音分别是 之,吃,诗,诗 所以他后面的阿都要读成渣 同学们 同学们,阿也可以读成了 那什么时候阿可以读成了呢? 那就是当阿前一个字的拼音是 知,吃,吃,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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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 阿就要读成了 请看例句 同学们来跟我一起读 第一 第一 来喝果汁了 第二 快吃了 第三 一首好诗 第三 一首好诗 第四 上哪儿了? 上哪儿了? 例句五 是谁值了? 第六 坐一会儿了? 阿 同学们 你们有没有发现到这些例句的 知,吃,诗,诗,而,诗 都是属于 知,吃,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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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里面的拼音 所以R要读成R 好,同学们 今天我们已经学完R的音变了 大家是否可以总结一下 今天所学的吗 R总共有几个音变呢 同学们可以说一说吗 好,R的第一个音变是 第二个音变是 第三个音变是 第四个音变是 第五个音变是 最后一个音变是 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知道 R总共有六个音变 同学们,今天我们就学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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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